很多的房屋和山下全市荒洋大海 现在所有的村民都在山上 完了没吃没喝 都烤那个就是刚冒姜的那种玉米 你知道吧 因为现在是10月份我们是收割 东北就一茶庄稼 10月份收割 这个我们是正好玉米爆姜的时候 水凳就是爆姜的时候 它就姜满了以后才能吃真正的粮食 补偿的大米是最文明的 整个今年是颗粒无首 原先七哥在讲的时候 我们没有任何人相信 我是第一个不相信 因为我跟我妈讲 我妈说 当年的闯关东的时候 都是东北人 那个东北的粮食救了山东很多的人 怎么可能东北会去缺粮食 但是从这次的泄洪 而且政府的不作为 盘古电击的时候 一些奥秘 所有人都不知道 他就是取了四海 什么五合四海的水 而且建工工人的这些的生辰八字 都是说有不同的 而且就是不是随便人都能参加这个电击仪式 或者盖这个盘古的 所有的都见证了七哥所说的 你怎么能参加这个电击仪式 所以我会想知道 你怎么能参加这个电击仪式 或者是联系的 你怎么能参加这个电击仪式